再次入圍的心情當然是開心 但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我可以帶著他一起進來 是我更開心的事情 舒維真的太辣了 好漂亮 正喔 正 奧迪旅車下來的呢 就是我們台灣第一頂入圍 生活風格節目 主持人獎的 窦志孔 窦允城 還有他的老婆許舒維 身為眼而優則主持的 全方位藝人 才接下主持棒兩年 就再次獲得入圍的肯定 而節目在他的帶領下 更是讓發生在台灣各地的故事 充滿了熱血 帶領觀眾體驗台灣之美 預祝二度入圍的他 今晚就能夠順利拿下 人生當中的第一座金鐘獎喔 請教豆哥 今年再次入圍 心情如何 再次入圍的心情當然是開心 但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我可以帶著他一起進來 是我更開心的事情 舒維真的太辣了 好漂亮 正喔 正 謝謝 我覺得這一次一定會得獎 而且因為豆哥之前說過 台灣第一庭是他玩得最快樂的 快樂第一庭 超瘋的 對啊 怎麼會這樣說 我覺得 外景人在外景 其實我們都是自得其樂 因為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都是辛苦的 每個人都辛苦 但我們想著讓自己很放鬆 我們的受訪者 他就會很放鬆 就苦中作樂嘛對不對 有一點 真的 那我覺得今晚一定可以把獎盃拿走 拿到獎盃得定 好不好 感激不激 恭喜 祝福你 祝福你們 謝謝 謝謝 得獎其實不太敢想 就是 能夠進來走一走就很開心了 然後也是一個 跟大家一起見個面 然後帶老婆來走一走 對啊 你看他很正 我沒有看過他這麼正 我第一次看到 不會啊 我只是 難得 第一次發現 他長得很像鞏俐 你不覺得嗎 我知道你是給媽媽信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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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國藝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哈囉大家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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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覺得 素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聽了嗎 快了 快了 哈哈 哈哈哈 那 我覺得 是